居家隔離時間5月1號到居家隔離時間截止 取消隔離5月2號 局長 是 你要怎麼回答我 這個要查清楚 到底要查清楚 居家隔離通知書怎麼錯誤百出 難道相關人員累了嗎 北市衛生局長從頭到尾 眉頭深鎖 因為問題還有 民眾打1922一定打不通 民眾打衛生局一定打不通 民眾打到聯合醫院打得通 可是接電話的人不一定有辦法回答 對不對 是 面對質詢 局長坦承 系統真的貪了 因為所有衛生局 所有的系統全部貪掉了 對不對 是 第一線人員到底有多累 醫師蘇伊峰 深夜貼出醫院照片 急診室外人有許多民眾在等待 醫護人員穿梭其中 如此讓人心疼的畫面 醫師王任賢就指出 急診外排隊人龍藥解決不難 關鍵是要落實居家隔離 甚至提到很多專家 乾脆建議直接將新冠肺炎降級成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回歸常規防疫作為 才能保證公位量能 回復原來活力 東森新聞在台語道